接下來要上的東西叫做衣料 衣料是由纖維編織而成的 然後就把纖維呢就是紗呢就會一絲一絲然後仿然後織成布 布就可以做衣服 就是你們在木蘭池那個集集負集集木蘭當護織那個 就是把它那個纖維織成布然後布就可以做衣服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纖維都是聚合物 所有的纖維都是聚合物 纖維有兩種天然纖維跟人造纖維 天然纖維就是有包括植物纖維像棉像麻 它的本質上就是纖維素就是纖維素 然後另外種動物纖維比如說蠶絲像羊毛 它的本質就是蛋白質所以毛料就是蛋白質 棉就是什麼纖維素 棉就是纖維素OK 所以有分做植物纖維跟動物纖維 植物纖維就是纖維素動物纖維就是蛋白質 然後還有人造纖維有兩種 一種叫再生纖維一種叫合成纖維 再生纖維的是它的原料可能是天然的 原料可能天然但是經過人工的一些處理啊 把它煮啊把它剁啊把它哇哇哇哇變出來的 合成就是世界上根本就沒這玩意兒被人製造出來的 被人製造出來的被人用化學反應方法合成出來的 那叫做所謂的合成纖維 就是使用化學工業的產品 動物性植物性纖維呢通常可以比較可以保暖 而且會通風透氣然後保持比較涼爽 所以我們說我們有人買衣服喜歡買純綿的衣服啊 因為它比較透氣啊什麼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呢動物纖維呢有柔軟啊不易皺啊 而且像蟬絲就有美麗的光澤 像羊毛就是保暖性會比較好 還有它的優點 還有優點 然後再生纖維就是說 對他講過原料是天然的 然後再把它經由人工的處理 然後具有一些它就有蟬絲般的光澤叫人造絲 有良好的吸水性 然後但是呢不易耐拉扯容易斷掉 容易斷掉 這叫再生纖維 合成就是完全是人類從石油化學裡面製造出來的 這本來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這裡寫一個早期的合成纖維吸水性透氣性較差 那是古時候 古時候 古時候的人造纖維 合成纖維通常都不吸汗 不透氣 可是現在時代進步了 你可能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人造纖維 可以擋子彈的 擋子彈 還有你們點一個什麼什麼 有什麼萊塔布料的 什麼什麼東西的 什麼又可以透氣啊 一直怎樣之類 這個不太一樣 所以就看一下這個東西 合成纖維 可以現在的狀況是不同的 不同的狀況 看一下 OK 那麼現在我們要有纖維的辨別方式 你們在加政課的時候 會教一些不同的方法 我們正常人的辨別都是用手摸啊 你感覺啊 那我們理化科教的話 是比較不可能做的方法 叫做燒一燒 因為你不太可能距離一直練的時候 老闆說這是純綿的 然後我們試看看 招來看看他會吃的成年 那是我們用的叫燒吧 燒一燒看看他 植物性纖維 燒起來跟原來差不多 但動物性會Q摸 你們有人碰過頭髮就知道 頭髮一燒會捲曲 會Q摸的那種 會捲曲 然後呢 合成纖維是 末端會有小球的重點 末端會有小球狀 男生要氣味 基本上植物纖維就是纖維 紫維就是紫張 紫就是纖維素 所以燃燒出現跟燒紙一樣 就是沒有什麼味道 過去了 沒有什麼特別的狀況 動物性應該燒頭髮 類型燒 也會燒頭髮 有沒有燒過頭髮嗎 頭髮出來會有臭臭的味道對不對 對 例如鞍的關係 有錯味 所以就是有錯味 動物性燒 合成纖維素 也算在裡面的味道 剩下的比較不重要 所以是指呢 動物性纖維是會有鹼性的 裡面有些鞍的關係 或鹼性會藍色 其他的沒有反應 加硝酸 因為動物圈蛋白質 我們講過蛋白質化妝成黃色 蛋白酸嘛 就變黃色 其他也是沒有反應 融鹼煮一煮 看一看就好 看一看就好 但是這個後面會用到 就是鹼會溶解動性纖維 溶解蛋白質 這後面講肥皂的時候 會比到它 閃沙嘛 邊邊 把上面有顏色的字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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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最後 有一個橡膠 天然橡膠不好用 預熱會發黏 冷就變脆脆 對 這樣聽起來是熱固性 熱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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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鋸腦可以說 要不好用 要想辦法 有人就 這個就固特液 剛才固特液 加它流之後 改變它的性質 就變成有彈性 有彈性 然後呢 不會受到溫度影響 就變成熱固性 就變熱固性 後來又發現加碳 加碳呢 會使它彈性變大且耐膜 所以為什麼輪胎就是黑黑的 加碳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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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會變成黑黑的 就是 下一個更好的部分 OK 有人問答案嗎 沒有 請寫克蘭認識